莫威拉掰着剧头算,2018还有60天就要结束了,要说一年到头有啥看的,额妹掰着剧头数,新衣服,压岁钱,春节晚会糖果甜,近三年,又多了个盼头。 不错,就是已经成了年终必被总理打参的吐槽大会,本周日赶上八点,新一季吐槽大会就要上线了,年底开播,这个新机节目,怕是要把攒了大半年的顿子命迹抛出,有参与录制的观众,表示现场会偿还乐,放了大半年,年底嗨皮一下了,2018年,也是不平凡的一年,娱乐新闻社会新闻轮番交叉播出, 有些故事一不小心就变事故,为俺们断子戒,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,更有选者成为大众欢乐源泉,而若能热搜成功打入娱乐圈,不知道在你们心里哪些断子会成为首选呢,号称能抵挡注视各路还公开练行的微博,又双拙瘫痪了问,娱乐圈发生啥事儿,微博热搜就汇报,答,明星报热搜标准三件套出轨分手,公布练行, 林郑结婚,2018年是有人欢喜,有人忧了一年,比如唐燕罗静从前段时间被传分手,到10月28日直接宣布林郑结婚,婚礼都要举行了才官宣公布, 据分析原因可能是唐燕罗静夫妇到了年底有KPI压力,Q4业绩能冲一把散一把,说到底金燕夫妇在吃瓜群中眼里,毕竟是关宣货的正牌男女朋友关系,只要没说分手,结婚就是病人低,所以这个瓜算是意外,惊喜但也在意料之中, 但照理应冯少峰公布婚讯后,微博不仅报了,还瘫痪了,据最终数据显示,高影响立风局传播,是陆寒关小头,公布练行的3.6倍, 这不禁让人想起微博网红工程师当年夸吓的海口,往往常离婚事件后,微博进行升级,再来三个明星出柜都能扛得住, 陆寒事件之后又说,能扛得住10个陆寒公开恋情,于是景田张几科公布恋情时,微博勉强扛住了,万万没想到, 不按顺序,依次公开的照理应冯少峰直接官宣结婚,微博还是当机了, 希望工程师们能再接再厉,当服务器能扛得住陆寒鞋腿往宝墙并晒出结婚证的时候, 你们就吻了,有人幸福就有人伤神,除了公开恋情修成正果的明星, 还有因为工作原因具少离多,或性格差异原因,决定回到朋友关系还有一说是前后被关系的情侣, 据统计骂思纯欧豪,杨紫琴俊杰,看青子季凌晨,景博然尼尼等,于2018年彼此, 先后回到朋友关系,朋友一生一起走,那些日子不再有,作为吃瓜群众, 为他们各自的演绎道路应援,社会新闻故事的背后都是事故干学有演唱会, 逼抓逃犯几乎已成定律,即使加装演唱会上抓到三明星一方后, 闲人站演唱会又抓住五名逃犯,下一站还远吗? 讲真,这种标题也亏你们,想得出来张旭右的演唱会, 到底有多少违法犯罪人员被抓,据不完,全统计, 从4月7日南昌站上,首个逃犯在现场落网,到5月5日, 干周下安检时,5月20日,6月9日,7月6日, 几乎每个月都有一至两名逃犯在演唱会中被抓过, 截至目前,在近半年十场演唱会上, 一共有50多名被罚犯罪人员被抓, 歌声演唱会,一场场地开,逃犯一窝窝都抓,一抓一个准, 这表明让学友不是逃犯贺心,而是逃犯真爱, 冒着被抓的威胁,也要去看演唱会, 这不是嚣张,而是爱到深沉, 据称,所有逃犯最喜欢的一首歌是, 如果这都不算爱,都怪我的没能拉转身离开, 是我自己活该不过这也侧面, 说明了歌神的受众之广,影响力之深远, 网友调侃少年不知张学友, 听动已失与众人, 更有甚者为歌神提词, 活谈免安张学友,风调雨顺肖静腾, 横批, 嚣张致计, 总而言之, 娥妹再也无法正视歌神的演唱会了, 一个眼神互动都让网友调侃, 总觉得张学友在找嫌疑法, 也不知道下一家有多少逃犯落网, 歌神技解锁表情包, 逃犯识别一功能后, 下一个要解锁的神技, 已经引得众人瞧手已带了, 总之是给我们带来欢乐出了演出, 其余在世也处处带给我们欢乐,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落下帷幕很久了, 最终法国对报能夺的世界杯冠军, 众人感叹梅西斯罗的英雄落幕, 也为新生姆巴佩泽泽称奇, 少年英雄会星般的, 登场让一众足球名将黯然失色, 虽然巨星还是那个巨星, 但风水轮流转,足球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们, 接棒哲一到来, 对比梅西斯罗的落寞, 穆巴佩在阅阅浴室, 的开启自己的时代法国队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, 一家超越张与保罗, 堪称神欲言的中国公司华帝, 却被成为世界杯最大赢家, 这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华帝在2018年3月, 与法国足球队签约, 成为法国队的官方赞助商, 在2018年世界杯还没有开幕时, 华帝董事长已择法国队夺冠, 华帝全额退款宣言刷爆营销圈, 也不知道是对自己投资的球队过于没有信心, 只是想借力世界杯来波尔营销做宣传, 还是家里有矿, 不怕赔款的自信, 总之华帝这则消息一出, 也得众人模仿, 一时监督冠体打热, 只是没想到最后法国队争夺了冠, 华帝也真金白银退了款, 这恐怕也是华帝董事长做梦也没预料到的, 毕竟是三十二分之一的概率,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经理啊, 把神秘古老的东方预言树带出国门, 走向世界, 已经有网友在问下一届世界杯冠军队伍了终于, 国族也对华帝下手了, 2018年10月1日, 华帝宣布正式成为国族的合作伙伴, 据悉国族是看中了华帝的锦礼气质, 至于这只锦礼, 能不能带动国族冲出亚洲, 就看老天爷给不给机会了, 毕竟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 为了冲进世界, 杯, 国族想见了锤礼球以外各种办法, 如果上面这些事都能当笑话听听, 那接下来这个才真的算得上是槽点, 东京去东北花雪溜冰, 本来的记忆不过, 是明王先生18年初准备去东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 没想到遇到黑心导游团强买墙卖腹说, 还挨了说打就打的一顿胖揍, 这是怎么回事呢? 是明王先生抱团去游览了于牡丹家西南部的雪乡, 长达七个月的积雪让它成为热门景点, 但是没两道遇到黑心导游, 不仅言语尚侮辱游客, 而且还对不配合掏钱买项目玩的游客大打出手, 虽然抱了紧,导游道歉, 但是遗留在世明王先生心里的阴影没散不去了, 回去之后写了一篇, 雪香的雪再拔, 也掩盖不掉纯黑的人心, 在网上火了, 与之而来的是网游的旅游乱象铺天盖地的声讨, 想知道开打钱, 导游的开场词, 是不是你丑傻, 识逐且慢, 这顿子里有也要说今年年中最火的网络红人是谁, 那一定是杭州小吴, 自从花费天盖修了发际线和眉毛, 小吴的表情包在社交网络, 一炮而红, 这哪里是天价, 三万九里个发际线刮个眉毛就能活, 再划算不过了好吗, 以利成为网红只差一个Tuney老师在小吴的脸上, 额眉看到了大写的愁云惨淡, 四个字, 当冯绍峰和赵丽颖公开结婚证照片, 网友都指出冯绍峰眉毛很像小吴, 可想而知小吴的话题程度不输明星, 当然了, 也不是, 所有人都能驾驭得了这种霸气策露的眉毛, 再高的颜值配上小吴同款发际线和眉毛, 都会在本尊面前暗然失策, 而且由于这种独特气质, 即使小吴曾每晚表示不会进入娱乐圈, 但是就目前来看, 小吴不仅上了见红节目快乐大本营, 而且通告已经排高了11月, 果然真相并率, 在众人面前接听等, 作为粉红小吴的节目, 1818黄金眼, 作为一旦立足杭州本土的节目次播出之日起, 就被称作是网友的欢乐圆权, 不仅调解家庭矛盾, 还要处理商业纠纷, 小道理发被坑, 大道指定救人, 只有你想不到的题材, 没有他做不到, 随意感受下节目, 并非本意的搞笑气息, 喜剧来自于民间啊, 除了小吴今年爆红, 还有一个人在综艺史上, 大大的画下了一笔避风翻盘, 那就是创造101的王局, 直解爆红是现象机的, 从节目中的小透明到最后不小心, 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, 直解用自身经历诠释了什么叫, 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红浪, 光看外形, 与其他101女孩林妹妹是柔弱不同, 直解一出场, 就是要接手场子的霸气, 甚至被网友笑称, 徒手就能打败灭霸, 同时他表现出来的独立, 自信, 大方也是最吸引小军动们, 直解粉丝统称, 大, 这样的直解吸引来的粉丝, 也形成了一个奇异的景象, 当有人点方局, 小局斗门清流一样, 的回应更让人好, 其, 直解究竟是何方神圣, 从表情包大火攻入费售众群体, 直解积累, 无意间积累起的路人员, 是他成为节目最大赢家的基础, 比他漂亮的姑娘多了去了, 但是只有他在表情包的厮杀中, 领先得一起绝成, 不管是小屋还是菊姐, 都充分说明一个道理, 得表情包者得天下, 听说火箭少女们, 会参加新一季吐槽大会录制, 俄美会常好奇, 面对一群嘴巴厉害, 不饶人的断子手, 女孩们将如何招架反击, 新一季吐槽大会, 又会把哪些明星, 那些热点处上热搜, 咱们本周日晚八点, 腾讯视频不见不散了。